自己一位七十七歲的翁姓老生心 日前跟太太在自己客人從泰伯前往自己市区 路道當中突然間訓導 司機當下馬上決定總共車做救火車 直接將他送到便宜去救 翁姓老生心的十五天十五日晚上 在嘉義大小市民車社團 發問感謝東港的司機以及新客 感謝大家讓父親在人身最好一客 尊到這個世間最美的風景 日前翁姓老生和太太在自己客人 在整個家的市区 經過北京路時 翁姓老生相當身體不適合你分道 你當時客人數據 但幸福 民國停車救救車空間的十五時間 在這裡將公車開到衛生福利保家的便宜 路頂中又不斷安打翁姓老生的太太 不過在翁姓老生上一集 也是不幸過翁 她的女兒在地名社團發問了時 除了感謝也就是感謝 派布區翁跟她的客人 租起一堂車的身體 日客人公司 除了對王生是大不幸過翁 親感萬事之外 並強調 對到身體的事要幫忙 當然要在年齡環圍來全力協助 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情 他們是坐先生坐外面 太太坐裡面 我剛好在開車嘛 這個她太太就一直講說她先生可能是頭髮暈 頭暈啊然後就是不行人事 她一直講說她先生可能不曉得什麼原因 我想說我在北港路走離家醫院很近嘛 所以就直接再過去比較快 平常我們有跟她教育訓練就是說 要依照現場的狀況去做最適當的組織 那我覺得我們實際有做到這一點 都會把它這個做成案例 在尋導 因為我們畢竟是大眾運輸 也對民眾的一個權利 要保障它是最重要的 該病表示 最近天氣變冷 老實在都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尤其是身費更一倍 換這件要注意 你跟他一起調整給我們 也好有民眾 平常是適合健康檢查 只可以看自己的身體健康 我們非常敬佩我們嘉義市公車的司機 非常激情 立刻把這個病人載到醫院來 那在門口呢 因為大行車出路不方便 那我很感動說這個乘客 我們的醫護人員 都第一時間衝到馬路上 把病人扛到急診室來 那我想這就是社會嘉義市民 社會溫暖的一個地方 那最近呢 天氣又開始冷起來了 那老人家 比較談心的就是心血管的問題 譬如說是中風 或是心肌梗塞這些問題 市民的健康 大家的身體自己要照顧 要懂得每年來參加健檢 尤其我們嘉義不利醫院 我們嘉義醫院 是一個六星級的健檢的單位 有很好的設備 那也希望市民 大家都要珍惜自己的身體 要記住 每年要做健檢 經濟王生時代女兒子出 他爸爸在今年八月分出了一張車好照 身體越來越不好 和最煩惱萬聖一輩 真相投降 俗話東江因為催起疼 再來為嘉義太保護花多便宜 多客人 多讓家人家的市區看催起 身體越來越多 民家的市區採訪不得